多日连番上涨和收盘高位势头结束 根据美国劳工部生产者价格报告显示 商品和劳动力供应挑战 价格涨幅超出美联储 平均每年2%的目标 通膨引优升高 加上投资人获利了结 另类股表现特斯拉跌势扩大 拖累非必需品类股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豆琼指数下跌112.24点 收36319.98点 纳斯达克下滑95.81点 收15886.54点 标普500下挫16.45点 收4685.25点 非凡指数错跌2.76点 收3800.57点 欧洲股市方面 美国关注通膨风险升高 将欧洲指数自高点拉回 不过收到企业长进财报 以及经济渐复苏曙光 投资人观望多项经济数据 也让跌势有所收敛 类股表现保险股预期 有更多疫情相关亏损 令公债殖利率下滑 银行股走低 基本资源股走跌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低 英国股市下错26.36点 收7274.04点 德国股市小跌6.05点 收16040.47点 法国股市下滑4.21点 收7043.27所收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从台湾视角观察全球 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 我是何荣 每周三周六 晚间九点 我在晚宇全世界 2.0全行出发 带给大家崭新的国际观点 请锁定 晚宇新闻台 台湾视角 大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